美英再次袭击胡塞控制的鸿海城市贺台达 拜登指早前已经私下向伊朗沟通胡塞袭击商船事宜 以哈冲突100天 过去一天再有最少135名巴人死亡 以总理称无人能阻止战争直到彻底取胜 吴军在敦巴斯北线利曼方向击退俄军攻击 并试图在敦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缓攻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今天将上位 将王位传给王储菲特列 是丹麦近900年来首次由在位君子赛让 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1月14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成子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12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双方表示将继续加强对话合作 不断推进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和成果 刘建超就有关问题阐述了立场 强调双方应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2号上午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 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包括潜在合作领域和分歧领域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美方出席人员还包括了美国副国务卿友兰 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等人 此次会晤是在台湾地区选举前一天 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引发了各界关注 在访美期间刘建超阐述了中方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 他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公开讲话时曾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中方严肃对待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态度 此次会晤结束之后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布林肯在会晤期间也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双方就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了意见 包括俄乌战争 朝鲜和中东问题 布林肯还指出 维护和捍卫红海航行权力和自由 以及避免冲突升级至关重要 双方在会晤中还重申继续落实去年11月 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期间 在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的重要性 特别是禁毒合作和军事交流 中美都认识到继续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13号回到首都马蕾 并且在机场召开记者会 总结此次放话行程 穆伊兹表示 中国将向马尔代夫提供9.2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这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建道路 他也指出中马之间的长久关系 见机于相互尊重的典范 中方尊重马尔代夫的领土主权 马尔代夫也完全接受一个中国政策 穆伊兹强调 马尔代夫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 印度洋也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 马尔代夫虽小 但不代表可以任意欺凌 美联社指出 此番话意指马尔代夫近日与印度的摩擦 暗示马尔政府致力于摆脱印度的影响力 而穆伊兹竞选总统期间 承诺要求印度撤军 两国近日因为争夺游客 更是掀起了外交风波 也门当地媒体在13号报道 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城市 河台达当天爆发了爆炸 而俄罗斯媒体引述消息称 是美国和英国对当地进行了打击 胡塞武装称将会进行强而有效的回应 在此之前 美军也利用卡尼号驱逐舰 搭载战斧巡航导弹 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雷达设施 发动了打击 也门港口城市河台达北部 13号下午传出巨大爆炸声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引述也门政府人士称 美国和英国正在打击 当地的也门武装部队海军基地 在此之前 美军利用卡尼号驱逐舰 搭载战斧巡航导弹 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雷达设施 发动打击 也门电视台报道 这轮袭击是针对首都萨纳 河台达省副省长卡莎尔称 英美空军的间谍无人机 上空密集侦查 但否认河台达遭到空袭 至于爆炸原因 他没有做出回应 胡塞武装方面 针对此轮袭击表示 将会进行坚定 强力和有效的回应 其发言人向路透社称 美英的轰炸 并未对也门胡塞武装 造成严重影响 仍然能够阻挠 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通过红海和阿拉伯海 胡塞武装同日举行军事演习 并在场地布置中 将美国和以色列国旗踩在脚下 演习期间 也有盖着美以国旗的目标 被炸毁 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指出 本轮袭击打击了 胡塞武装储存 发射和引导导弹 或无人机的能力 他并表示 美国无意与也门开战 同时针对伊朗 可能做出的反应 美国总统拜登 只是在接受采访时 一句话带过 但透露已经进行过沟通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格伦德贝里警告 区域局势的不确定性 正在上升 呼吁有关各方 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并提及自己注意到了 日益不稳定的地区局势 及其对也门和平努力 和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不利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媒体在13号集体批评 英美空袭胡塞武装 是错误行为 而且没有任何效果 并且将付出惨痛代价 部分伊朗民众认同这些批评 但是也有民众担忧局势 会持续升级 会影响本就糟糕的生活 有伊朗专家称 军事冲突持续 对欧洲和美国都没有好处 相信地区局势不会失控 英美等多国联手空袭 也门胡塞武装后 引发伊朗媒体集体痛批 有媒体称 美英在玩火 还有媒体称 袭击也门有限 错误且没有结果 还有媒体发出威胁 称美英将付出惨痛代价 部分民众也表示 美国空袭是错误行为 伊朗应当支持 同为穆斯林国家的也门 还有民众表示 中东纷争不断 美国的介入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希望美国离开中东 或许部分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对于地区局势升级 部分民众表达了担忧 认为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不过也有伊朗专家认为 不用担心局势失控 因为这会损害澳洲的利益 美国也会责疾停火 劝阻伊斯林停止攻击加沙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地区局势持续升温 这其中既有外部因素的干扰 也有内部矛盾持续的积累 因此如果各方真的想要达成和平 就必须找到务实冷静的解决之道 防卫室正开吕日木森 德海兰报道 再来关注到以哈冲突 在14号踏入第100天 以军继续攻击加沙地带 而巴方13号通报 在过去一天之内 再有最少135名巴人死亡 包括南部拉法 一座民居之内的14名妇孺 以军的密集轰炸 也导致了加沙的电力和通信网络 再度中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声言 无人可以阻止以色列 继续在加沙的战争 直到彻底取胜 以哈冲突100天 听火依旧遥遥无期 加沙南部拉法市 一座住了两户避难家庭的民宅 12号晚遭到以军空袭 被移为平地 总共14人遇难 死者亲人说 当时正在吃晚饭 由于房子小 男人没有进去 死者全都是女人以及小孩 其中一名两岁半小孩 四十还拿着一片面包 他质问 这些妇孺如何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为何会成为攻击目标 他要求正在审理以色列涉嫌 种族灭绝案的国际刑事法院 到来视察 轻免看看以军犯下的罪恶 以军的密集轰炸 导致加沙的电力及通信网络 再度全面中断 街上一片漆黑 加沙中部戴尔拜拉赫的阿克萨烈士医院 医护人员要靠手机的微弱光线工作 由于燃料耗尽 发电机停止运行 依靠电子设备的病患和新生儿 面临生命危险 联合国巴勒斯坦办事处发表声明 指以色列和哈马斯过去100天的互相杀戮 带来的大量死亡 毁灭 瓶病及伤痛 玷污了人类共同的人性 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无意罢首 他反驳外界 指以色列滥烧无辜的批评 形容这是一场对抗伊朗 邪恶轴新为首的正义之战 没有人能够阻止 国际行事法院的裁决也不能 他便说 以色列正计划大幅增加军费 以建立一支独立的部队 确保国家未来日子的安全 以军总参谋长哈勒维也表示 继续军事打击才能够消灭哈马斯 及解救被劫走的以色列人 他已经批准南部司令 继续加紧打击行动 他又说战事结束后 将会考虑允许巴勒斯坦人 重返加沙北部的家园 不过他没有说明大约的时间 以色列特拉维夫则有数百名 被劫走人质的家属举行集会 提醒政府他们与亲人 已经分散了100天 敦促政府要尽快救回他们的亲人 缝合一事 增好报道 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至今 已经历时100天 全球多国在13号都爆发了反战示威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抗议以色列进行种族大屠杀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数千名示威者停止加沙战争全球行动日 游行到白宫 要求以色列立即和永久停止 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在英国伦敦 上万名的示威者参与游行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狂轰滥炸 伦敦警方当天拘捕了两名示威者 称他们展示了带有冒犯性质的标语 在意大利拿布勒斯 示威民众摆设了5000块模拟墓碑 悼念在以哈冲突中丧生的巴勒斯坦人 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进行轰炸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示威民众挥舞着 野门胡塞武装组织的旗帜 这时组织与英美和以色列 进行武装斗争和封锁红海航道 在马来西亚及龙坡 示威者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外 谴责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 和美国纵容以色列的行为 在印尼雅加达 抽过5000人游行到市中心 在美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 要求加沙马上停火 并呼吁印尼政府 效仿南非抵制以色列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示威者赞扬南非政府 在国际刑事法庭上 控诉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 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 韩国首尔也有示威活动 要求加沙立即停火 以色列停止杀害巴勒斯坦平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以色列周边国家当中 约旦的经济相对稳定 虽然国家负债较高 但是通货膨胀率较低 不过以哈战争对于 约旦的经济冲击 仍然不可小觑 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率 不会超过2% 以哈战争的爆发 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局势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 当然是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比如以色列的禁令 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约旦 战争对于整个区域 和约旦旅游业的冲击 是最直接的 旅游业占到约旦 国内生产总值的14%到15% 而根据约旦政府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 有50%的游客取消了预定 而游客数量 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会继续下降 这也必然将影响到 约旦2024年的经济增长 约旦经济学家表示 今年约旦经济增长率 不会超过2% 战争对约旦的工业也有不小的影响 由于原材料成本提高 供应链受到干扰 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 导致约旦工业变得缺乏竞争力 可能会使得工业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从25%降至17%甚至更低 投资人的信心也会相应降低 使得约旦的投资 和商业活动受到冲击 如果我们要进行 有效能力 必须能够成为 能够增长的5% 所以说2.6% 这是一项 不足的问题 在关系的问题 它们的额顶 是在研究战争 和在研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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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额顶不足 我猜到2014年 结果在研究战争 在研究战争 会比较大2% 并不会比较大2% 凤凰卫视孙谦 约旦安曼报道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 13号在顿巴斯北线的 利曼方向 击退了俄军装甲突击 集群的攻击 在这个方向上的 辛科夫卡和库皮扬斯基战线 乌军防御线也抵抗住了 俄军的多次攻击 而当天 在顿巴斯南线的 扎波罗热方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 也试图反击 双方的战斗激烈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发自扎波罗热前线的 现场观察 扎波罗热地区的托克马克市 目前已经在乌军的火炮控制之下 这座乌冬的小城 也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 波罗格夫斯基区的一部分 至2022年3月起 这个城市一直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托克马克市也是乌克兰乌冬地区 两条主要国道线和铁路线的交叉点 这里离梅里托布尔市57公里 赫尔松市287公里 离扎波罗热市85公里 2022年的3月2号 托克马克市被俄军包围 俄军使用了坦克火炮和战机 与乌军在这个方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最终托克马克市领导层 与俄罗斯军方取得了联系 并举白旗投降 去年的6月份 乌军发动了下级攻势 为了打通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的走廊 乌克兰武装部队集中了6个旅 开始向梅里托布尔和别尔江斯克方向推进 但这需要克服托克马克市俄军的分尘防御 最终乌军在新普罗克布夫卡被驻 这里离托克马克市只有15.3公里 进入到冬季战役以后 主要是在顿尼茨克以北方向的 阿布迪乌卡以及哥尔罗夫卡 还有就是在中线的巴赫木特方向 以及南线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 进行一个反击 星期六在扎波罗热方向 俄军的突击部队继续从三个方向 朝拉伯蒂诺西域发展战斗 扎波罗热乌军的后方炮阵地 也使用了海马斯多管的火箭炮 对托克马克市和莫洛恰斯克阵 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 城内有多处目标被击中 当天俄军在拉伯蒂诺西域7公里的 涅斯特洋卡发动了攻势 这里也是通往奥利霍夫的 主道的定居点之一 在这个方向上的 弗列缅夫斯卡亚币架上 俄军第127摩托化步兵师 调动了征援部队 正在进行集结 观察家们也认为 这个方向将有大的军事的行动 从地图上也不难看出 俄军的企图就是要形成 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 在赫尔松方向 大约有300名至400名的 乌军海军陆战队官兵 守卫子左岸不到一平方公里的 前进的桥头堡 在这个方向上 乌军也正在积极使用 进中程的火炮和无人机 俄罗斯军事人员也不急于 将乌军赶回到右岸 俄军几乎是采取唯点打员的战术 消耗掉乌军队主岸团队的 渡船 船只和人员 以及不急的 富豪卫视卢宇光 伊万 拉曼 沙维 扎布罗热的报道 乌克兰前总理基莫申科表示 备受争议并且带有 宠闻性质的动员法草案 破坏了乌克兰人民 对于国家的信任 经过多天的争论 已经被最高拉达 从审议当中删除 乌克兰社会不用再害怕 会有羞辱性的 镇压性动员法案 乌克兰前总理基莫申科 是议会党派中 第一个坚决反对 新动员法草案的人 他表示 议会和军方领导层 已经新的公平的 规划达成了一致 将允许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不侵犯人民权利的情况下 为军队补充新兵 скандальный, непрофесійный, репресивный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про мобілізацію який сбури все суспільство як я вам і обіцяла раз і назавжди зняти з розгляду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ми з вами можемо видихнути 科学家,教师,学生,研究生 和残疾人群 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等军事议题 展开了讨论 并且就欧洲政治 北约的发展 以及乌法两国 如何进行欧洲团结等问题 进行探讨 现年38岁的塞罗尔内 12号就任法国外长 而此次访问乌克兰 也是她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 接下来关注到 现年83岁的丹麦女王 玛格丽特二世 14号迎来她的登基 52周年纪念日 不过她也将会在这一天 上位将王位传给王储菲特列 这是近900年来 丹麦首次由在位君主让位 也吸引了丹麦各地的民众 齐聚首都 期待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沿街商店的玻璃橱窗 展示出女王 玛格丽特二世的相片 以及即将登基的 菲特列王储康丽的相片 王氏马车在街头预演游行 当地也多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 他们等待见证 这一历史性时刻 再为52年的女王退位 将王位传语气长子 现年55岁的菲特列王储 这将是近900年来 丹麦首次由在位君主善让 多彩多役的玛格丽特二世 在位期间 以独特作风赢得民众的心 民众称她为丹麦的化身与灵魂 当她在今年的新年日词中 宣布即将退位时 给民众带来不小的震撼 不过民众对即将登机的菲特列王储的支持和喜爱也毫不逊色 并坚信她将成为一位好国王 有当地面包店以王储的名字为蛋糕命名 而另一边摆放着52年前 女王登基时 面包店推出的玛格丽特蛋糕 民众游客排队抢购 当地有花店从1月1号起就频繁接获订单 人们通过向王氏送花表达敬意 凤和一世 综合报道 哥伦比亚西北部一条跨省公路 在12号发生山体滑坡 导致至少34人死亡 大约20人受伤 画面是连接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 和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的跨省公路 12号下午因为暴雨发生山体滑坡 目击者说 事发时多辆汽车正在公路上行驶 大约50人在路边移动房屋内避雨 而滚路的土石将房屋冲毁 并且掩埋多辆汽车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预料遇难人数还会增加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表示 政府将会竭尽全力展开救援 俄罗斯最大线上零售商 位于圣彼得堡的一座仓库 在13号爆发猛烈的火灾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火灾现场是野煤公司 位于圣彼得堡郊区的一座仓库 火灾发生在周六的凌晨 整个雇火面积达到7万平方米 触发了最高等级的火情警报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表示 近300名的消防人员和数十辆消防车 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而当局也派出了直升机灭火 目前已经控制了火势扩散 仍在进一步铺就 再来关注到日本西南部 鹿尔岛县的玉岳火山 当地时间的14号凌晨发生喷发 当地的警方表示 暂时没有收到火山喷发 造成人员伤亡 或者建筑物损毁的报告 位于鹿尔岛县周纺织赖岛的 玉岳火山 在当地的凌晨零时22分 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喷发 喷出的较大石块 落在距离火山口一公里处 日本气象厅将当地的 火山喷发警戒级别 由二级调升到三级 并且呼吁岛生的居民 警惕火山口方向 方圆大约两公里范围内 可能落下较大石块 而周纺织赖岛是一座活跃火山 朋友回来再来关注到 香港驻京办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13号在北京联合主办 宁夏葡萄酒品鉴会 鼓励内地企业利用香港的优质平台 畅通境外通道 助推企业发展 这次推广的内地产业是宁夏的葡萄酒 在宁夏的赫兰山东路产区 是国际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 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 黄金地带之一 酿出的葡萄酒色泽鲜亮 干顺平衡 深受业内人士喜爱 港商对此也非常期待 希望能大力推广 香港是世界上主要葡萄酒贸易中心之一 也是葡萄酒免税港 作为内地与香港沟通的桥梁 香港驻今半月发挥积极作用 将宁夏葡萄酒推向国际市场 并不断拓展合作空间 在经贸方面 香港和宁夏是非常密切 我们也很希望 在未来 香港宁夏可以继续透过香港这个平台 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宁夏也是 所以我们香港和宁夏 可以在不同的领域方面 大家都可以合作 香港也可以带领 零下企业走出去 也都可以带外国的企业 是人进来的 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 达到了60.2万亩 超过全国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是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联片产区 年产葡萄酒1.4亿瓶 居全国酒庄酒产量第一位 凤凰卫视杨熙徐一轩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